有請莫文慧,《古巨基》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好了,到這裡我又想問Karen 你覺得一首好的電影原創歌曲 又用什麼來比喻呢? 我就覺得像初戀 明明很多劇情你已經忘記了 不過你一聽到那首主題曲 一聽到那一句 愛戀沒經驗 所有回憶都回來了 回來了 你就好了,你嫁給了你的初戀 是啊,我一直都在唱這首主題曲 我家裡那個不是 不要緊,有愛就可以了 但是以我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比喻一個電影的歌曲 我會把它比喻為家裡的老婆 因為你只需要靜靜地看著她的時候 就很多以前的劇情 很多回憶回來 我老婆叫我說的 所以其實一首好的電影歌曲 它是承載著很多美好的感情 我現在其實天天在家裡 就是在搞家裡的那個電影原創音樂 以及在搞家裡的那個電影歌曲 每天都是 就是照顧孩子和看著你的老婆 對,很難搞的 很甜蜜 但是很甜蜜 不知道我們今晚得獎的 最佳電影歌曲 有沒有你那麼甜蜜 我們看看 馬上揭曉 是的 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得獎的是 得獎歌曲 我這樣活了一天 來自電影 流水落花 鄭秀文 這次是鄭秀文第二次奪得金像獎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 易永夏 以及林若玲即首次獲獎 謝謝 要感謝寫這首歌的永夏 編曲的江日天 寫詞的林若玲 監製的Jason 主唱的鄭秀文 還有謝謝 《流水落花》的導演 我記得當初 導演說要找一首歌 是為電影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這首歌 是很… 擺在這個電影裡面 是很有感覺 很感謝導演 這麼大膽採納我的意見 最終真的用了這首歌 這個獎是屬於 《流水落花》的團隊 多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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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